但子时在长江之岸,与朝天门隔江相望。 相传,大禹和屠山女娇的儿子齐就诞生在这里, 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朝代,夏朝。 2019年3月29日,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南岸重庆国际马戏城首演, 第一次以现代杂技剧的形式,走进了观众的生活。 《湖龟石》《淡子石》记录着我们南岸远古的传说, 而生长在淡子石老街里的王家大院, 则见证了一对老人跨越80年的爱情生活。 今天我们来说王家大院的故事, 年生一做得好,成为当地一父乎。 叫王德义,这个王德义啊, 是王家最大的千金钱。 当时我们仍在恋爱, 他突然就觉得了经济均匀。 谁点面抗日前向, 我是一名随军犯人。 他给我写了世界上最动人的情形, 我晓得这辈子还见不见得到。 没想到一百多岁时, 我们还能在一起, 我们的原则还在。 1944年, 南主人公所在的部队就是从黄阁古道开赴滇缅战场, 历史是城市的灵魂, 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 未来往何处去。 慈元寺, 龙门后, 担子石三大历史文化街区, 承载着南岸人智者乐水的生活, 而兴于唐朝的黄阁古道和古道尽头的南山, 则彰显着南岸人仁者乐山的情怀。 就这个位置吧, 就这个位置好。 山水灵天无丑, 是生命共同体。 我理解风景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, 更是人与人真诚的约定。 没有黄角树, 哪有黄角古道? 没有树就不能叫山。 南山, 主城的绿沸, 山城的花冠, 这座面积超过十万亩的城市山地公园, 承载了重庆人共同的记忆。 多年前, 我们选择在重庆南山上开书店, 在这里, 能呼吸到最清新的空气, 看到田野山间的朴实笑脸。 我们喜欢这样一种生活状态, 并希望能感染到更多的人。 我家几代人在南山上种花, 南山土豪种的花香, 我的花从山上向到山下的尘头, 只要喝完茶的时间。 我在黄角古道白蓝里, 是你的茶坛里, 我的茶水从来都不收钱, 我喜欢更多的人来喝我的茶。 读万卷书, 行万里路, 书香难岸, 全民阅读, 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生命状态, 内化为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。 一座城市需要一家好的书店, 带给它人文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。 正是秉持这个理念, 我把经典书店坚持了20年, 因此也获得了亚洲十大文化地标书店的冲号。 像这样的图书馆, 在南山区已经有十几家了, 同时我们的社区还有100个公共图书馆, 另外再有一百个自主共享书坝, 南书坝, 现在书香已经成为南岸区, 知名生活已到靓临的风景。 看得见的风景要美丽, 看不见的风景更为重要, 风景一直都在那里, 人的眼睛就是最好的取景框, 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是风景之中最终的主角。 抵达风景的途径就是我们的发现和我们的记忆, 即魁布已至千里, 近近微而至广大。 这里是千里之行的起点, 也是广大之景的高点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, 创造高品质生活。 在南岸, 我们就是要努力实现生态、 生产、 生活融合发展, 共同创造一居一夜一游的品质生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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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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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从2011年开始 重庆国际马拉松比赛 已经在南岸坚持举办了九届 吸引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宾路像一条时空的隧道 让历史现实与未来相通 我们在母亲河畔奔跑 南宾路是最美的赛道 重庆马拉松是重庆的品牌 是我们市民的节日 我们在南宾路欢迎各位 一起行千里自广大 广阳岛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岛 几千年前 重庆的先民就在岛上繁衍生息 守住本来才能走向未来 现在按照长江风景眼 重庆生态岛的发展定位 和长江生态文明创新实验区的规划定位 广阳岛正在上演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未来的广阳岛 未来的广阳岛将是一颗璀璨独目的生态明珠 未来的广阳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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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未来的广阳岛